我這隻小狗就是叫MoMo 我養了牠六年半 只是這麼小 每個人都說你買了一隻Teddy Bear 但沒人知道原來這隻真的是烏烏狗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一向都很怕狗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抱牠回來 那年我家裡有人離開 我心情非常不好 我女兒就說不如你養一隻小狗 說不行 我很怕狗 我不會養小狗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養小狗 我很害怕 接著不要緊 我們去看看 我見到牠的時候 牠有點嘴 原來小狗也有表情 有面部表情 我嘗試一下牠很乖 就是騙了我 其實牠是非常活潑 以為牠很文靜 我便開始不怕了 一直陪著我 家裡比較少人 我女兒又移動了 我兒子又到處飛 所以我家裡做了幾次的 那樣子 變成了 變成了 就是有隻小狗陪我 牠是給了我力量 雖然有時候我講話 我不知道牠是否明白 聽不聽說話 但是牠有些面部表情 和身體語 令到我感到牠明白 她有時會點頭,側側頭,小姐嘶嘶 或者有時會嗶嗶聲來回應你 有關她的事,我說你不用怕 雖然可以和你媽媽、爸爸、兄弟姊妹一起 但是我會做你媽媽,會讓你開開心心 她會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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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我覺得她是會明白的 我覺得什麼都好,都是一種緣分 對,是一種緣分 她會撥開朗,好動,很喜歡玩 而且她很堅強 醫生打針,即使打三支針也好 如何打都好,滴鼻也好 她完全喊都不喊,哭都不喊 所以她有時會給我人生的哲理 我會覺得這麼小的小狗 遇到困難,遇到不開心,或者遇到痛苦 她都可以這麼豁達地承受 在她身上學到東西 我最關心的是毛毛健康 當然,我知道這些小狗的生命不會很長 所以我也會很珍惜 珍惜跟她一起的時間 我最在意的就是跟她的關係 我很想跟她的關係很好 因為我覺得她一世人的朋友 不得多少個,只有我家人 健康當然不用說 你一定要健康才跟著我之前說的所有事情 我好注重她的健康 好注重她身心靈健康 應該這樣說 不只是人才需要,狗仔也很需要 我幫她選量的準則 當然是為了她的健康著想 最貼身這件事 我會選她首先一件事 她會吃到口,她喜歡吃 那種味道她是喜歡的 那第二件事 我會選擇她的營養價值 裡面有些營養是這隻小狗需要的 而在普通的食物或者是不得全面的 那這個牌子的狗狼我覺得比較全面 那第三件事,就是她的牌子 因為市場上有太多種不同種類的狗狼 有時候我們這些消費者 真的不知道哪一種會好 那我會選擇一些大牌子 三個月開始,一直都是吃Hills 那當然我又擱修過她的醫生 那我想吃這個Hills 我做過Research,這隻很不錯 我相信她對我的狗的健康會很好 而且會令牠的生長更健康 和配給牠需要的營養 那獸醫也算是OK,挺好的 很多人吃 那我一直吃到現在都不打算轉糧 那獸醫也很推薦的時候 那我沒什麼理由不吃 那吃了之後,自己真的看到牠是很開心 又沒有… 即是Touchwood是沒有什麼病痛的 同外都… 那麼多年,除了去打預防針 那獸醫診所之外 基本上都一連去一次而已 我寄餘的萌萌就說 哥哥姐姐和媽媽都會很疼萌萌萌的 是的,萌萌萌是我們家裡的一份子 我希望牠在我們家裡開心、快樂、滿足 還有會感受到那種愛 因為我覺得牠會表達的 牠亦都會收的 有一份愛 我希望牠是長壽 活到最後一分鐘 仍然是浸淫在我們家裡 給牠的愛之中 我覺得牠第二次做了小天使 上了彩虹橋的時候 是一個快樂的小天使 希望來世有機會 可以再跟牠重遇 希望牠可以說我們的人話 是的,沒有moment 好啊 還有呢 我記得要不要 我去旅程 看一下 對